大家好,这一期的视频给大家带来古风摄影的后期调色 古风人像有独特的韵味和浓厚的古典气息 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美 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后期制作古风仙气感的三个要点 以及完美皮肤与修饰环境的一些技巧 想跟着视频一起调的小伙伴可以留言索取照片的练习版 JustYou频道的会员可以直接下载RAW照片 以及我的PSD原文件 好,在调整前,首先给照片做裁剪 我们可以选择4乘以5的树构图 把照片右边多余的树去掉 把人物摆在右边的分割线上 我们看到人物在向左边看 所以在左边我们需要留一部分的视线空间 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都有视线空间的构图原则 好,回车键确定 我们到基本调整的版面 现在照片的白平衡偏暖,没有唯美的感觉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自动白平衡 让软件根据画面中的白色来计算正确的白平衡 然后在色调中增加洋红色 让画面呈现柔美的粉色印象 接下来我们调整曝光和对比度 现在我们看到照片的对比度很高 在直方图上高光也有被剪裁的现象 所以我们降低高光来恢复亮部的细节 然后提亮黑色和阴影来增加暗部的明度 最后减少白色 进一步的让明暗之间的过度更加平缓 给人柔和的印象 好,接下来我们到浑色器 我们可以把绿色向黄色的方向调整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也提到过 根据色彩理论 在色轮上越靠近的颜色组合更加和谐 因此黄色与粉色的组合比绿色与粉色的组合更加和谐 然后我们把蓝色向青色的方向调整 增加浅绿色的饱和度 给粉红色,也就是明度高、饱和度低的红色 搭配它的互补色、青色 因为粉色通常被视为温暖、亲切和柔和的颜色 而青色则通常给人平静、清新的感觉 所以当青色和粉色搭配时 就能够在色彩上创造出既有活力 又不失温和的感觉 好,现在肤色的明度很低 饱和度很高 我们把鼠标放在人物的肤色上检查一下 L的明度为61 AB值都大于10 亮白肤色的L明度值应该是在80以上 AB值都小于10 不熟悉LAP调色法的同学可以回去看以前的视频 所以我们可以降低橙色的饱和度 提高橙色的明度来稍稍提亮肤色 因为大幅度的调整会影响到照片中的其他地方 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用蒙版来单独调整皮肤 好,接下来我们到颜色分级 在高光中加入蓝色 在阴影中加入青蓝色 来给照片增加清冷的氛围 最后提高混合值 让青蓝色可以延伸到中间调上 好,下面我们到蒙版 点击人物 勾选面部皮肤和身体皮肤 这边的衣服也在选区中 所以我们点击减去 选择画笔 擦掉这部分 因为我们想要面部的光线是平和的 而不是明暗对比强烈的光线 所以我们可以降低高光 提亮阴影 降低对比度 好,现在我们再检查一下肤色的明度 L为74 明度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下拉到曲线 在高光定点 固定亮部的明度 然后上拉暗部 现在我们看到面部的明暗过度 就更加平和了 好,再下拉 降低纹理和一点点清晰度 给人物快速的磨皮 好,面部上的一些小细纹 待会我们可以用修复工具来做调整 我们再到色相 让肤色的色相带有一点环境的粉红色 然后降低饱和度 让肤色更加自然白皙 好,肤色调整完之后 不要忘了调整纯色 创建新萌版 选择人物 勾选纯 创建 增加曝光和阴影 让嘴唇更加明亮清盈 然后调整色相 让纯色也呈现淡淡的桃红色 好,最后在萌版中 我们处理毛躁的头发 还是创建新萌版 选择人物 勾选头发 降低阴影 把色温和色调向暖色的方向调整 来与画面的粉色调更加统一 然后下拉 降低纹理 来让头发更加柔顺 好,现在我们看到毛躁的头发就得到了改善 萌版的局部调整都完成后 我们退出萌版到细节 做最后的锐化 增加锐化值 然后按住Alt 高亮的线条就是锐化的线条 面部的细纹是不需要锐化的 所以我们向右拖拉蒙版 直到只剩下人物的大轮廓 好,在Lightroom和Cameral中 如果我们要去掉面部的小细纹 可以用修复工具来做涂抹 这一步也可以在Photoshop中完成 脸上的头发也可以抹掉 还有眼睛里的血丝 好,下面我们就要进入Photoshop 去清理和优化环境 给人物做液化等等 好,在Photoshop中 我们先复制一层 快捷键Ctrl加J 然后选择移除工具 因为在这里图层是智能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移除工具没办法使用 很简单,我们鼠标右键 选择三格画图层 让其转换为普通图层 然后画出背景上的现代人 让软件自动移除它 然后我们可以再精修一些细节 比如衣服的皱褶 我们选择污点修复画笔 内型选择内容识别 在这些皱褶上涂抹 就可以去掉衣服上的皱褶了 好,其实到这一步 整个调整就差不多可以导出了 后面我要演示的这几步是为了精修这张照片 对于才开始学习后期调色的同学 可能会有点繁琐 所以仅供你参考 不是必须的 你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学习就行 好,我会在Photoshop的Beta版本中 进一步改善环境 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快捷键是W 选择背景上的这一块 点击创层式填充 生成 现在Beta就生成了三种方案 这里我选择第一种 好,接下来我们用纺制图章工具 按住Alt采样花朵 然后把背景上的楼房替换掉 去掉现代化的元素 我们的会员同学可以下载我的PSD原文件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所有图层 好,现在我会简单的制作 在前景上花瓣虚焦的效果 让照片虚实有致 我会把这里用到的AI矢量图文件 也放在会员的下载包里 这里我会复制一个花瓣 Ctrl-C复制 然后回到Photoshop Ctrl-V粘贴为像素 确定 把花瓣的涂层放在最顶部 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然后按住Alt拖拉花瓣涂层 把它复制到左上方 再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好,下一步 均匀肤色 新建一个透明层 把涂层的混合模式改为柔光 选择画笔工具 快捷键是B 按住Alt吸取亮色 增加画笔的不透明度 在皮肤上涂抹 最后的效果太强的话 我们就降低涂层的不透明度就可以了 好,最后一步 液化来修饰人物的五官 这里只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如果你在后期时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使用它 好,我们先概应涂层 快捷键是Ctrl-Alt-Shift-E 然后到滤镜,选择液化 点击面部工具 稍稍调整一下眼睛 和鼻子 嘴巴的话 我们可以用第一个向前变形工具 往左边推 就可以让嘴巴小一点 脸型的话 我们可以把画笔调大 然后稍稍推一下颌骨 来达到瘦脸的效果 确定 好,现在鼓风摄影的后期调色就完成了 调色的大方向 其实是围绕三点来进行的 也就是制作唯美的色调 修饰出完美的皮肤 和非现代化的环境 好,这就是这一期的所有内容 希望能够带给你新的启发 不知道你学会了没 我们下一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